弟兄姊妹们平安 那如何才能认识这位超自然的神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亲自向我们启示 向我们显明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在过去我把我对我爸爸的认知 把我对牧师的认知 把我对这个世界偶像的认知 以及我的经验认识放在对他的认识上 所以我错误地认识了上帝 我对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一直患德患失 我认为这一段关系是不牢固的 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企图努力地做好 来达到他的要求 希望让他满意 让他可以能够多爱我一点 让他能够爱我更久一点 我生怕惹他不高兴 他会离弃我 这是错误的认知 所以伤害了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那我如何来认识这位超自然的上帝呢 第一 借着他的话语 圣经就是他的话语 我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来认识他 第二 我可以看他所创造的万物 看他所创造的万物来认识他 第三 我可以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来认识他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而且耶稣是完全按父的旨意在行事 所以我看耶稣所做的事 第二 我就可以认识上帝 第三 就是圣灵向我的开启 让我来认识上帝 第五 是 我自己遇见神 经历神 然后来认识他 我觉得好棒 这一堂课好棒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都对上帝有深圣的误解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这位上帝 除非他向我们显明 我真的很开心 在新的一年 可以重新来认识上帝 那我们可以从赐福音书开始 首先从耶稣的座位开始 从耶稣的一言一行 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认识我们这位坐在宝座上的阿爸父神 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真的很开心 真的真的很开心 这样正确的观念 终于终于进到我的里面了 我信主五年了 一直都是猛叉叉的 活在错误当中 而且被这种错误的认知 搅得我自己心里不安 不安全 不确定 常常有恐惧 但是今天 神终于向我开启 如何来正确认识他 感谢彭黎牧师 感谢马都纳多牧师 感谢讲台上的两位老师 谢谢你们 让我可以重新的认识这位真正的父 认识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对我的爱到底有多么的尝阔高深 不离不弃 增加了我对神之间的确信 也增加了 增强了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天父爸爸 我愿意重新与你和好 重新建立新的亲密的关系 感谢神 聆听马都纳多牧师八堂课 认识超自然上帝 关于P马蒙灰课程 详情请咨询 尿讲师 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